有多少人盼望我天塌了 家人们 但是 拖拖 哎 哈哈哈哈 家人们 04年到现在跑了11万公里 这台车 经过罗老师端完发动机之后 已然恢复到了端峰状态 记住是端峰 哈哈哈哈 没花多少钱啊 家人们 总共不到3万块钱 然后呢 现在发动机还有动力总成这一块已经是整备差不多了 下一步呢 进行底盘 还有空调的一个清洗 我这人吧 对空调有点敏感 空调有臭味 我受不了 尤其这种老咕噜棒的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我可能嗓就废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兄弟们 全包围脚垫 这玩意真是回忠声啊 宝贝们 谁家好人整这全包围脚垫啊 我希望啊兄弟们 你们如果说买新吃的情况下 全包围脚垫不要去弄了 然后这台车下一步呢 应该要送去找皮皮姜老师的徒弟啊 离我近一点 我找他呢 把整体的一个内饰再整备一下子 估计花个几千块钱差不多了 这台车意料之外 到我手之后 我整体给他一个整备的预算是5万 甚至如果说5万花完之后 这台车有一些个让我治不好的问题 或者是罗老师修不明白的问题 我可能还要投入进去5万 如果说这台车修的嘛 修车干进去10万 这个车我5万块钱买的 那你们会不会认为我是冤种呢 那修10万块钱的情况下修的嘛 那我又不是变成了你们的笑柄了吗 但是让你们失望了 然后原车主对这台车还可以啊兄弟们 你就像这个轮台 米其里人的 花完还不错 还能用个一年半载的问题不大 然后下一步就是全弄完之后 整体的一个漆面进行准备 然后说到这儿 宝贝们一定要记住 你的运气可能没有这么好 我这台车算是运气爆棚了 我拿回来之后没有准备太多的钱 像这种曾经落地200多万的车12个缸 宝贝 那修一下子工况差一点的能让你天塌了 然后呢还有一台那边 那边还有一台06年的 宝马760还等待着我去给他解锁 先把这台04年的搞完 我再去搞那台06年的 这就是时隔5年 08年12月份 我入手了166745 也是我第一次入手166 然后时隔5年以后的今天 我准备把这么一台宝马760玩到毕业 好好盘一盘这么一个12缸的宝马77 但是关键点啊兄弟们 肯定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虽然这台车有经典的属性 但是它还是老了 整体一个底盘调校 整体一个开起来感觉 兄弟们 还是新款舒服 新款逮劲 我们下个摄影 exists Train border边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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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evet 不管路��怪来尽 回来 谢谢大家